大家好,欢迎来到九火文明频道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道美味又经典的菜品糖醋排骨 糖醋排骨是一道口感香甜,酸爽可口的料理,深受大家喜爱 在这个视频中,我们会详细地教大家烹调糖醋排骨的步骤和需要注意的细节 让大家学会如何做出一道完美的糖醋排骨 不论你是初学者还是有经验的厨师 都可以从这个视频中学到很多烹饪技巧 以下是糖醋排骨的材料清单 排骨500克,姜片5片,蒜头5半,红辣椒1条,青辣椒1条,清凝1个 醋50毫升,白糖50克,生抽20毫升,料酒20毫升 生粉适量,食用油适量,盐,胡椒粉适量 烹调糖醋排骨的步骤如下 排骨洗净后切成小块 用盐,胡椒粉腌制15分钟 烧热锅子,加入食用油 将排骨块炸至两面金黄色 盛出待用 烧热锅子,加入姜片 蒜头,红辣椒,青辣椒炒香 加入醋,白糖,生抽,料酒,清凝汁 煮至糖融化,放入炸好的排骨块 用中火翻炒均匀 加入少量水,盖上锅盖 用小火焖煮10分钟 去除锅盖,用大火收汁 最后,加入青辣椒丝,翻炒均匀 在烹调的过程中,还需要注意以下细节动作 排骨要先腌制,让肉质更加入味 炸排骨的时候,要炸至金黄色 这样可以增加口感的酥脆 加入醋的时候,要先烧开醋 这样可以去除醋的色味 加水焖煮的时候,要加少量水 这样可以让排骨更加入味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请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会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好的烹饪教学和美食分享 糖醋排骨烹饪教学美食分享 的伊紫烹水 这个奈兰Ol 是 与 sincer